现在呢 审荷包真的很重要哦 因为全球在通膨也正在加速当中 很多朋友应该都感受到了 物价持续在往上飙涨 荷包也就大缩水了 如果真的摊开一些食材啦 跟原物料的物价来锁定来看看的话 其实这些数字 台湾真的都涨很凶的 我们看一下亚洲这一年来 包括了食物类通膨率的变动情况 像印度的涨幅来到7.8% 台湾是排名是第二名哦 7.4% 韩国 南韩 印尼跟菲律宾 都有一些物价的变动 但是台湾在亚洲是排名 第二高的一个部分 好 那什么东西涨最凶呢 来看一下黄小玉的部分 黄豆期货的走势 这一年来涨最多的涨幅 来到了31% 小麦期货价格 这一年来最高涨幅 也来到了7成7 而在玉米的部分 玉米期货价格 这一年来最高的涨幅 也达到了39% 尤其台湾饲料 今年已经连续涨三坡了 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上市场的婆妈们感受 应该特别明显吧 很多的肉品 现在都已经调涨价格了 主要就是因为 刚刚讲到的 黄小玉的期货价格飙涨 饲料的价格也提升 肉品 当然价格就会垫高了 俄乌战争 饲料的价格也居高不下 所以台湾上市鸡肉价格 年增幅度来到了17% 而猪肉价格也是渐进式的在涨价 今年以来猪肉价格涨幅也超过了15%了 好东西涨这么多 肉品几乎都涨价 即将进入中元节 肉品的需求也很旺啊 民众就很担心这个荷包又要缩水了 民众到传统市场采买指定要国产猪 不过今年批发价呈现渐进式的上涨 今年一月毛猪平均每公斤73元 到六月底已经变成83元 涨幅达13.7% 我们没有涨价啊 我们吸收啊 那个节日到都会涨嘛 五花肉原本买160啊 现在200 但随着进口玉米等饲料 大涨猪农不敷成本纷纷弃养 导致进口猪暴增 今年一月到五月进口肉量 约五万一千吨 年增百分之一百四十一 不止猪肉市场价量变化大 鸡肉价格也直线飙升 很多原物料是有钱买不到的 包含到鸡肉这一块 原本它现在是飙了一倍以上 高峰应该是差不多到了 我们看起来是应该 在明年度之后慢慢的可能会往下修 联锁餐饮集团坦言今年物价压力大 食材应变调度成了考验 像是以在地盛产食材来应应 不受预期今年第三季成本压力最大 目前国内肌肉价人储高档 价格不易下跌 浦峰大成集团则认为 运价汇率等因素第三季 涨价压力还是很大 短缺经济形成物价长期上涨 是绝对是趋势逃不了的 而是怕物价上涨的构成当中 我们的竞争力输人家 万物高涨的时代 企业面临种种挑战 不过感受最深的还是百姓荷包 越来越变 CLE新闻要抽成李文科